及时新闻综合报道,台北市长柯文哲前阵子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曾脱口说前总统陈水扁事装令而引来外界炮轰,柯文哲为此曾在媒体前公开道歉,只不过口头上的道歉似乎还不够诚意。 有媒体套路,台北市副市长陈景峻已于今日南下高雄将代表柯文哲正式败会陈水扁,并就装病说风波表达歉意。 根据上报报道,尽管柯文哲已在10月初就曾对装病说表示歉意,宣称自己是被鬼打到, 但当时的说法让其他陈水扁的医疗小组成员及停扁人士们依然一气难评,认为柯文哲的道歉没什么诚意,而陈水扁亦对柯文哲所谓的道歉说法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日前市政总质询时,市府高层表达柯文哲愿意再次公开道歉的意思。 报道指出,台北市副市长陈锦峻于今天下午22日,汉木辽特意南下副网陈水扁在高雄的住处,除已就部署的身份,就近来即将参选新北市长一事向陈水扁请议,也对于日前惹出庄令说的失言风波,代表柯文哲向他道歉,且同时转达柯文哲打算则其亲自上门拜访之意。